11月12日 雅裔名人堂2022年年度人物洛杉矶站颁奖典礼 在格兰黛尔历史地标的建筑阿里克斯剧院举办 现场星光璀璨 大咖云集 今年有17名来自各个领域的雅裔精英 成为名人堂洛杉矶2022年年度人物 熊猫快餐创始人程正昌和蒋佩奇夫妇 杜斯基创作者王某某 TikTok华人喜剧明星梁娇影 华人酒店和地产业者奥曼尔和Quintina Lee等年度人物 亲自到场领奖 展示了华裔在美国主流社会的成就和贡献 程正昌夫妇打拼50年 创造数10亿元的熊猫快餐餐饮王国 熊猫快餐作为全美最大的中式连锁快餐 全球版图扩及墨西哥 关岛 波多里哥 加拿大 南韩与杜拜 很荣幸 最近黑犯罪这些对我们亚洲人的不都不利 我们在这方面亚洲人应该更团结 更为我们的community 特别是亚西的可能问题 那么要做点工作 要站出来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不过要站出来就是 我们潘德在这方面的确有些表现 我觉得做这个事情是一种练习 那么应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戴个头 我们做的也有限 那么这边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很多 所以中国人有的时候不太管事 我们大家可以出来多参入一点 王某某不仅是兔斯基卡通人物的创作者 也是小黄人公司照明娱乐的动画和创意总监 他的动画短片彭莱正参与2023年 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角逐 然后最近我导演了一个短片 然后二地动画叫做彭莱 然后它是由于中国古书 然后有样杂组一篇文章里面改编的 然后所以说其实是非常中国文化 然后混合西方文化的一个尝试 现在目前在参与2023年 奥斯卡最佳短片的角逐 希望能够获奖或者有所感受 梁角颖出生在中国河南 今年32岁的她 在TikTok上坐拥百万粉丝 她是喜剧界燃燃生起的华裔女演员 作为一个喜剧表演家 我的工作是用我的影响力来改变 大家美国人和全世界对亚裔人的观点 因为我们和任何群族一样 一些侮辱亚裔女性或者男性的话 我觉得不允许 因为黑人群体 非裔群体 他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任何一些对非裔有侮辱的话 他们的喜剧表演家会非常勇敢地站出来 把你们骂回去 所以做一个亚裔的华裔的喜剧表演家 很多时候我会勇敢地站出来 用幽默把他们骂回去 华人地厂商奥曼尔和奎丁尼利在西雅图 洛杉矶等地都有酒店和地产项目 作为华人第一代在美国奋斗充满了艰辛 他们几十年从事地厂开发 曾经在西雅图打造第一个华人室内商场 我们衷心希望 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作为一个中国人 希望美国跟中国 能够继续友好下去 继续合作 两国的人民都互相 要彼此的多认识 希望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作为我们是在美国的华侨 也希望我们能够 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 能够协助我们中美的关系 可以走向以前那么好 其他的2022年年度人物 还包括奥运选手 格莱美奖获得者等 这个牙医名人堂 在洛杉矶第一次有一个入选者 的induction ceremony 这很精彩 我们很多明星来 从纽约 从拉斯维加 从旧金山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一个目的就是 就是帮忙 帮忙亚裔亚洲人的档次高一点 还有帮忙美国人了解我们的心 用我们对社会很大的帮助 我们有很多像他们都是明星 或者是 Pan Express a restaurant person 或者是 banker 我们有很多 Asians doing many different excellent things 所以我们 这个亚裔亚洲人的目的就是 帮忙大家的 pride跟 heritage 更多的 更多的 表明世界 全世界了解我们亚洲人 多么帮助世界 华夏电台记者 哥兰戴尔市采访报道